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董立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乳腺癌痛不欲生的董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 现在身体已经彻底康复 指标全部恢复正常 让我们掌声欢迎 鼎礼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鼎礼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诸位来宾佛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样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从一个乳腺癌患者 变成现在恢复了健康的我 我来自巴黎十九区 我母亲在巴黎众多心灵法门 分点中的一个派书点 给我结缘了卢军红台长的两本书 一本叫一命二运三风水 另一本是玄学问答 本来就爱看书的我 拿到这两本书后爱不释手 法国巴黎的书店佛教书籍屈指可数 我开始如饥如渴的读起这两本宝书 我每天都盼望周末早日到来 这样就可以去派书点 再多结缘一些书籍 我对书里讲的小房子特别感兴趣 小房子就是通过念诵四大经文组合来超度灵性 我记得在中国家里有人过世时 应该要去庙里请法师们来念经超度 但如今心灵法门使我们不用依赖别人 通过自己念经念小房子来超度我们的要经者 我立刻就开始给家里的亡人们念小房子了 但是还没有给我自己的要经者 也没有给我打胎的孩子念小房子 由于我这时还没有认真读心灵法门入门手册 导致了我自己的要经者和我打胎的孩子来我梦中要小房子 更由于我的无知 后来我只给我打胎的孩子念诵了一张小房子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14年6月 癌症爆发了 加上我以前对父母不孝 曾经伤害过别人 再加上我吃过活海鲜 杀过老鼠 造下了沙液 导致很多业障同时爆发 手术后 我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当时陷入绝望和痛苦当中的我 写下遗书 并送到公正处公正好了 回顾我37年短短的人生 我这才醒悟 我在过去的生活中 做了太多的措施 造了太多的业 在这里 我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向卢勋红师父忏悔 向我的父母忏悔 我错了 当我认识到我的错误的时候 我开始向观世音菩萨许大愿 放声和念小房子给自己的药金者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慈悲救度我的 手术后 在法国同修群里 看到很多师兄们家里都设了佛台 我就在群里留言表示 我也渴望设佛台 请观世音菩萨到我家 师兄们得知后 结缘给我东方台 开了光的观世音菩萨宝像 和佛台上的佛具 手术之前 由于自己血凝度本来就不高 导致了手术中大量流血 身体非常虚弱 与师兄们约好来我家设佛台的那天 当我去接师兄们时 我只能远远地看到他们 却因为实在走不动 而不能去接他们 我只能招手示意 他们向我走来 当时的我实在太虚弱了 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站立几分钟都很累 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否则就会晕倒 当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以前看到街上 老年人走不动路的艰辛 癌症的痛苦 让我感到了人生的无常 生命的短暂 和人在面对死亡时的 那种无奈和无助 当一个人的业障爆发的时候 就是我们承受果报之时 观世音菩萨闻生救苦 有求必应 真实不虚 在接受放疗时 我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 我每天都用虔诚的心求菩萨 有一天 我上完早香 拜过菩萨后 在阳台上念小房子时 我闻到了莲花的清香味 我知道 因为我对观世音菩萨有信心 心诚则灵 观世音菩萨到我家来了 在治疗期间 我还向观世音菩萨许了愿 吃全素 根据上个月的厌血报告 吃了不到一年全素的我 身体各项指标 都在稳步朝着正常值发展 我的厌血报告表明 我并没有因为吃全素 而营养不良 手术后 我接受了四十次的化疗和放疗 这四十次和去年新加坡法会上 师傅给那个卖鱼的姐妹俩 看图腾的时候 说妹妹需要接受四十余次化疗和放疗 一模一样 第一次化疗后 我的头发陆续全部脱落 接下来的数次化疗 使我受到极大的身心的摧残 使我体力不支 我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时候 真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是我自己 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每天坚持念经 并跟观世音菩萨许愿念诵九百张小房子 我的体力也开始慢慢恢复 后来我就开始跟菩萨许愿 我要放生 我要通过放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并求菩萨帮助我忏悔和消除我的孽障 一天凌晨 我脚拇指突然剧痛 就像有锥子扎进去一样 把我从梦中疼醒 隔日我才得知 差不多在我的脚趾疼痛的同一时间 同修正在中国为我大量放生 帮我消除业障 消灾严寿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真是灵验啊 至今小房子已念诵八百五十多张了 我感觉在念完八十四张小房子之后 我的身体开始好转 我跟观世音菩萨许下愿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要跟着师父弘扬心灵法门 永不清晰 现在站在这里的我 头发长出来了 人也胖了 法国巴黎的同修们 都有目共睹 说我变得白白胖胖了 气色也非常好 去年八月 我的主治医生在一系列检查后 说我康复了 根据最新的磁盒共振检查 一切数据正常 我欣喜万分 怀着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更加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感恩卢君洪师父 教会我学佛念经 救了我的慧命 感恩见证我患难的 法国同修师兄们 对我的帮助提携教导 感恩大家能把我康复的故事 转告给更多的人亲 让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